我们现在来到了宝马展台 我们可以看到眼前这一台就是 今年宝马带来的重磅的纯电的车型 就是IX 可以看到这IX的大鼻孔 这个大鼻孔技术可是非常的先进 带自修复功能的 这是我参加宝马职业当中 他们设计师着重说的 可以给大家仔细看一下 带自修复的功能的大鼻孔 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些天线 黑线的纹路 大鼻孔他们官方说是 如果有小磕碰的时候 在温度非常高的情况下 5分钟就可以进行修复了 这些小磕划痕就会消失了 非常的巨大 而且里面还是蓝色的卡钙 这是宝马的一个标志性的颜色 然后整个车身的长度 目测是跟X5差不多 要比X5可能会要大一点 具体参数他们官方也没有给 可以看到车尾 它这个尾灯也是和其他家族当中是不一样的 是非常细的 而且是这种3D浮雕的 然后下方可以看到扩散器 这个底盘不用看 肯定会非常的平整 在动力方面上 宝马X目前公布了X-Drive50和X-Drive40两种动力排布 其中50将搭载前后双电机 总输出功率会达到503马力 零百的加速时间会小于5秒 并采用100度的电池组 WLTP的工况下续航可以会超过600公里 40版本总输出功率会达到326马力 零百加速会小于6秒 将采用70度电池组 WLTP的工况下的续航会超过400公里 宝马X还采用了无矿车门设计 这是宝马的SUV车厢中 首次采用这种技术 之前一般都是酷配车型 才会有无边矿的车门 为了提升静密性 车门的边缘还包裹了三层的密封胶条 整车的线条设计是非常的简约 营造出了未来的设计感 同时这款车还采用了半掩藏式的门把手 采用了内抠式的 为了降低风阻 X的风阻系数在SUV当中是非常的低的 只有0.25 宝马X5的风阻系数都达到了0.32 在车内我们可以看到 这款车内饰设计也是保留了大量的概念车设计元素 简洁高效依然是第一要素 中口台上的两块大屏 集成了绝大部分的功能 应用内嵌现在宝马最新的ID8的车机系统 这条件出现的机会是越来越少 宝马官方还为这套内饰的概念称之为Sitec 也就是隐形创新科技 我们可以看到宝马X采用了曲面联屏 这也是首次应用在量产车形式上 这大屏的加入让整个座舱的科技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全域经仪表的尺寸是12.3英寸 中控屏的尺寸是达到了14.9英寸 也是目前宝马全线产品当中最大的 排档区域设计的是相当的别致 水晶材质的排档杆 而且多媒体区域使用了木质装饰版的 进行装饰 旋钮也是相当的精致 可以看到 哇塞非常的bling bling的 充电系统方面上 这台车最大功率可以接近200千瓦 这个数据其实略低于特斯拉的第三代超充 那iSATA在40分钟可以从10%充至80% 最高可以实现充电10分钟 续航120公里的能量补充效率 那最后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这款车的价格 因为现在这款车还没有公布它的具体价格 但是可以看到这款车其实它是对标的model X 那再有就是我们现在刚刚推出的高和的那款车 这款车它是纯进口的而且采用了大量的黑科技 所以这款车它的一个价格不低 小时候当时也和宝马的人进行了一些沟通 从中也探到了一些这款车未来的一个价格的可能性 可能会定在80万左右 会比宝马X5会贵一些 OK那这一期就是宝马IX的一个静探体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了各位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